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相信很多人没有做过也没有吃过 出锅以后营养美味大人孩子都爱吃 用来招待客人也特别的有面子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首先把冬瓜的外皮和瓜郎去掉 然后再把冬瓜切成薄薄的片状 尽量的切的薄一些 越薄越好 这样后面超多的时候会更加顺利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然后在冬瓜上面撒上一层食盐 用食盐把冬瓜涂抹均匀 然后放一边延制30分钟 准备一小块瘦肉先切成薄片 瘦肉要选择前腿肉肉汁比较鲜嫩 做出来口感更加嫩滑 把瘦肉剁成肉末即可 肉末剁好之后我们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小葱 改刀切成葱花 加小葱香味比较浓郁 再来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之后再切成细丝 然后切成姜末 姜末可以更好的去腥增香 切好之后加入肉末里面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再来一些胡椒粉 一小勺生抽 打入一个不要钱的鸡蛋 再把馅料和鸡蛋一起搅拌均匀 这样吃起来就更加的营养了 最后再加入一大勺淀粉 把淀粉和肉末搅拌至稍微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冬瓜也已经腌制好了 倒入清水没个冬瓜 把多余的盐分给它洗掉 以免冬瓜吃起来的时候太咸 洗好之后控干水分 冬瓜用盐腌制过后 已经变得非常的柔软了 然后我们再把冬瓜像视频中这样子卷成一个喇叭形状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把肉末填进冬瓜里面 这样做出来就像一朵花的形状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感谢您的支持 看一下像花一样的形状就做好啦 锅里提前把水烧开 把肉末冬瓜放进来 盖上盖子用大火蒸15分钟 15分钟之后就可以把冬瓜肉末挤出来了 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多余的汤汁给它倒出来 然后再撒上一层葱花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闻起来特别的香 最后再淋上一勺蒸一匙油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冬瓜尿肉就做好啦 菜名取名为花开富贵 寓意中生日上幸福美满 做法特别的简单 出锅以后营养美味 大浪海质都爱吃 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吃到嘴里鲜嫩多汁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